我现在是从绵阳市区坐车去老北川地震遗址的路上 我的票是买到雷谷镇 然后今晚就在雷谷镇住一晚 等会到那边就住一个宾馆 然后买东西安装好了之后 我就去老北川县的地震遗址参观 我也是第一次过来这边 感觉这边的风景好美哦 因为这个车就开在河边 在看着好有移情的风景 现在我在的这个地方是北川枪主 试试一下 看一下这周边的建筑都是很有特色的 应该是枪族的特色建筑吧 看着很美啊 看着很有意境的 就像一幅画一样的美这边 说实话我都想在这里多住几天 说实话这里的景色就像世外桃源一样 我都想在这里轻轻静静的住几天了 哎太美了 我今晚就在这个镇住了 我就住那个宾馆 叫新家宾馆 我就住那里了 我住的是六十块一晚的 因为老板喊价喊的是九十 后面我跟他还价 缓到六十了 因为我觉得 这地方我觉得住九十我觉得有点贵 我就跟他还价 但他也同意了 因为因为我说我不开空调嘛 因为现在天也没那么冷 所以我选择不开空调 所以就他也同意了 给我六十一晚住 这里主要的民族是羌族为主的 所以看这镇上的建筑都是有羌族的特色建筑了 这里是雷谷街 雷谷街那里就走到头了 现在我们走的是银定巷这边了 哇 我好喜欢这种地方啊 因为在大城市里面待九楼 心里都变得很浮躁了 所以 在一个乡镇的地方住的话 人就会 清静点 现在要到晚上的时间了 我要找个地方吃饭 但是 哎 哪里有呢 哪里有好吃的呢 我要看一下 哦 那里还有个购物中心 哎 这个 镇虽然不大 但是 武藏俱全啊 该有的都有了 这里面可以啊 这里面这是 卖小吃吗 还是 我继续往前走看一下 这里应该就是当地的一个小菜市场了 哦 卖菜的大多数都是老年人了 这里 哦 这个镇还挺大了 你看那里面那边还有房子 山上雾蒙蒙了 现在镇上也下着某某雨了 有点冷哦 现在 那雨滴的滴到我的手机屏幕上来了 哦 我看到这里有个冒菜 我在成都的时候吃过冒菜 那现在我要进去里面尝试一下 现在我点好了 这些素的是10块钱一斤 我点了这么多 这个按 这个串呢 是按 串来收费的 另手 冒菜已经搞好了 一共22块钱 一共22块钱 那现在我要开吃了 挺方便的 进来的话 进来的话这里是一个超市 我住的是三楼 现在到我住的地方了 这就是我住的房间 看一下 就这里面了 就这里面了 单肩带位 看一下 不过 这也可以了 我看得挺干净的 这还有个窗子 可以往外面看哦 看得到